有个花甲 我的 在这边踏一下 不知道声音有没有 一直磕磕磕的下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Hello大家好我是小圆导 我们今天又过来挖螺了 这里有一大堆磕磕磕的下 看一下有多少颗 这里一颗 2颗 3颗 4颗 5颗 6颗 7颗 挖了几挖 8颗 8颗 厉害了 8颗 花甲的话它个头不算很大 但是这已经是可以吃的了 瘦 还有的 没听到声音了 这个要清洗一下才行 这都是泥巴的 香了香了香了 哎呦 哎呦 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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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 那个叫 呃 沙白 哈哈 差点忘记它叫啥了 哎呦 哎呦 咱们就直接成是挖螺 哇 哇 哇 花面 在这儿 现在啥 哇 哇 impose 哎呀 沙白 花甲 这个还有一颗 这片的花甲很多 响了吗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好多啊 这里一颗 这些都是 还有 怎么挖的速度得快一点才行 对 哎呦 感觉是要大暴雨的 又有沙白 还是比较喜欢吃沙白 哇 这颗沙白还小啊 这颗沙白咱们就不要了 这颗沙白怎么这么小个 啊 感觉都没有花架大 沙白不理他 好小好小好小 这边是这样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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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只磕磕磕的响我 一只磕磕磕的响我 一只磕磕的响我 这边是这样的 一只磕磕 哇 这里多 看到没有 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过但是 用车磕了 现在这个 六个 四个 五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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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比较厚 这边还有几个跑出来的 直接捡了 一堆了 不如打雷了把前面那个收一收先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面挖一挖就有这个区域 这些花甲的话它个头就这么大的 所以说的话不要邪气它们小 很好吃 这个天越来越黑了 感觉要下大暴雨咱们也不爬了 这里也够吃了 这个等一下还要清洗一下 一大堆 我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羊视频可以关注一下 咱们下期见拜拜 要回去了